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有人询问说 那如果是这种 像什么 这个叫做龟甲石虎 或者是有人叫做钱币石虎之类的 这些怎么知道 它冬天的时候 是否有脱水呢 我们上次有讲说 石虎来你就知道它的叶子 知道没有脱水 是这种类型的很明显 这种类型的结晶 它刚开始长的时候是饱满的 有没有看到饱满的 那它如果缺水的时候 整个会缩起来 会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之前有让它缺水过 所以你会发现它很明显 它会缩起来 它的结晶就会缺水的样子 这时候你看它的结晶 就知道它有没有缺水的 如果它没有缺水的状况 它就是饱满的 这个时候状况是饱满的 其实这一类的龟甲类的 我觉得不太需要结水 它有水跟没水是长得很类似 那它其实它的铸巾 在缺水的时候会非常明显 会内凹 会变成里头有条纹的内凹 这会非常明显 其实在黄金石虎也是类似如此的状况 那这个是这个 像这个钱币石虎大概种了一年 它从大概一半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这么大 现在种到一倍大 一倍大左右 这一类的石虎非常好种 只要给它中光 我现在我是放在中光的地方 记得不要给它断水 其它它就会一直长长长长长 非常简单 那外面你看这个蓝蓝 这个这个是杀菌剂 我昨天喷的 那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看它的那个球晶 像那个球晶 它会还是会有一些些菱形的状况 可是你可以看它的饱满度 它的饱满度如果是有水的 它就这样饱满满的 如果它缺水它就会缩起来 会非常明显的缩起来 那黄金石虎也是一样的状况 黄金石虎其实呢 它也是如果缺水的时候 它会有点内缩内缩的感觉 所以呢 你可以用这个来判断说 它到底有没有水 因为这个是黄金石虎跟这种 这种钱币石虎 它的角质层是比较厚的 它比较耐干一点点 它可以撑比较 没有水的状况可以撑比较久 所以呢 其实你主要还是可以看它的 球金的饱满的水的状况 OK 那这种 这种 这种那个钱币石虎啊 它的开花期是春天 它的开花期是介于黄金石虎跟 另外一个 黄金石虎跟钱币石虎 它的开花期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比较前面 一个比较后面 那后面还有一种杂交种 就是它们两个做杂交的 这种另外一种石虎 就是用黄金石虎跟钱币石虎去交配的这种石虎 它开花期是介于它们两个中间 那今年如果黄金石虎长得好的话 每年是都可以来很大的那个花量 其实如果黄金石虎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那个开花的植物的来源 它每年开起来非常的壮观 那钱币石虎呢 它的开花就比较少一点点 它可能一次开就是几朵几朵的开 不会非常的多 但是它就是小小的不占空间 你看这么小一个 这么小一个 它长了一年也才长一倍大 所以其实它非常的不占空间 然后也非常的好重 那通常呢 像它从 你看它从 我去年买的时候大概只有 只有这样子吧 就是从上面这一块 然后今年已经变成这么大一块了 所以你看它其实长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因为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分支点很多 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一只 这边有一只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 右边还有一只 所以它有分支点有三个 那一年可以长好几个芽 所以这个是蛮有成就感 而且又不占空间 那开起来是黄色的花 有点像黄金石虎一样的缩小版 那非常非常的小 我觉得 然后迷你可爱 又好重 所以如果想要重重看的话 其实还蛮好重的 蛮有趣的 那 记得如果你要看它 有没有缺水 就是看它的结晶 尤其是看新的 旧的会比较不准 因为旧的已经角质化了 看新的就很明显 这种新的晶 只要一缺水 它就会缩起来 只要一缺水 它就会缩起来 所以非常的明显 所以你记得 如果你要看的时候 你看它的新的结晶 看有没有缺水的现象 如果有的话 你就赶快补给它水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按频率 减少浇水成分也可以 它可以促进到花芽的产生 所以最近我还是建议 就是开花肥 还是可以上 像现在它应该会 如果你喷开花肥的话 它的整个球晶 就会变成肥肥壮壮 短短的 因为它那个 甲离子的关系 甲离子会造成 它肥筋的肥厚的状况 好 OK 感谢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